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 夏衍先生的包森公 大家应该还记得 今年年初的时候 武汉封城 成千上万的人感染了病毒 急需帮助和治疗 但是原有的医院收治的病人已经人满为患 在武汉五万平方米的土地上 有三万一千多名工人和近千台大型设备 二十四小时轮班作业 有一千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建成了 用了十天时间 有一千六百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建成 仅用了十三天 中国速度震惊了全世界 两座医院共收治了五千零七十名病患 我们的建设者创造了人间奇迹 今天中国制造 享誉全世界 中国工人被我们称为国家最美丽的建设者 今天我们在为工人们自豪而骄傲的同时 我们是否还记得 八十多年前 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着这样一群工人 他们被叫做包生工 他们的身上承载了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 著名的作家 剧作家 夏衍先生 创作的报告文学 包生工 记录了包生工的悲惨生活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包生工 了解这一罪恶的包生工制度 并一起思考 生而为人 我们该如何维护 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权利 请大家暂停播放 初读 读的时候 思考 什么是包生工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包生工 以时间为序 为我们详细展开了包生工一天的生活 工作情况 请大家暂停五分钟时间 完成第一个学习任务 根据课文内容 我们来为包生工 制作一张包生工一天作息的时间表 从衣 食 住 行 做工 五个方面 概括包生工的生活 老师期待同学们通过这个学习任务 能够更加真切地走进包生工 走进包生工们的生活 通过这样的一张作息时间表 我们能看出包生工的一天 是从早上四点一刻开始的 大多数人还在梦乡的时间 包生工们就在代工老板或打杂的催促 辱骂 踢打中心来 在混乱中起床 四点半 他们一窝蜂的增强一碗 有鲜米 锅碎 碎米 豆腐渣 组成的粥 五点钟 开始上工 一直要工作十三个小时 才能下工 包生工们都衣衫男女 没有例外的穿着短衣 上面是褪色或油脏了的狐绿 来自年轻的短衫 下面是悬色或者条纹的裤子 破脏的粗布鞋 他们吃的 是每天两周一饭 早晚吃粥 中午干饭 他们住的工房 七尺阔 十二尺深 面积约九点三二平方米 要容纳十六七个人 吃喝拉撒碎 人均面积不到零点六个平方 包生工没有自由 在严密监视下 往来于工房与工厂之间 两点一线 他们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 处在阴响 阴响 尘埃 湿气 三大威胁之下 在殴打 发工前 停生意的威胁下 辛苦工作 包生工们悲惨的生活 是令人同情的 可是 在全文中 包生工之外的人 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 我想 通过人们对他们的称谓 我们就能想见 包生工在别人眼中 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请大家暂停播放 在课文中找一找 包生工还有哪些称谓呢 这些称谓背后 又体现了人们 对他们怎样的态度 包生工被称为生物 说明在某些人的眼里 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当然不会把他们 当作同类看 既然已经是异类 自然没有必要 给他们太多的同情心 给他们住拥挤不堪的格子铺 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猪罗 是代工老板和打杂的 骂包生工的话 包生工们吃的是猪食 不停歇地干活 却还要被当作猪来对待 还要辱骂 污蔑他们 像猪一样好吃难做 是难从 在资本家眼中 包生工还被当作机器 没有情感 不知饥渴 能为人类一直创造财富 直到报废 剥削者 根本没有把包生工当人看 只是当作赚钱的机器 而且是廉价的 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用的机器 即使出了故障 也没有修理的必要 再买一台来就是了 他们还是贯装了的劳动力 可以安全地保长 自由地使用 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 而起变化的危险 换句话 就是说 在代工老板的严格监视和控制下 包生工没有与外界先进思想接触的机会 他们也就永远地处于愚昧甚至麻木的状态 不会有反抗的意识 不会有革命的危险 而且更让东阳老板放心的是 那些外头工人也瞧不起自己的同胞 自然不会有煽动他们罢工的危险 他们因此也被视为奴隶 只会忠实服役 体会不到一束剑 折不断的道理 结果自然是成为只能被人作践的泥土 工厂对包生工的称呼是 试验工 养成工 似乎更仁慈一点 但正因为是试验工和养成工 而不是正式工 所以他们只能拿到其他难工不到三分之一的工钱 即便是这样 如果这些钱都能拿到他们手里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可实际上这些钱财全被代工老板拿走 墨鸦跟包生工相似的地方就是被别人饲养 替别人创造财富 但传主对于墨鸦 起码起码还有诗语的温情 而包生工却享受不到这一点 他们甚至不如一只可怜的墨鸦 冤魂 是很多包生工最后的必然归宿 也是作者向这不公控诉时对他们的称谓 问题是 在那样一个世道 他们除了做冤魂 还有别的选择吗 这不是他们个人 甚至群体的悲剧 而是一个国家的巨大耻辱和一个民族的深重悲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包生工是生物 猪罗 缆虫 机器 实验工 养成工 奴隶 泥土 墨鸦 冤魂 唯独 不是人 这是一个触动人心的可怕的结论 在资本家和代工老板的共同压迫下 包生工早已失去了作为一个人 应该有的尊严和权利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包生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样充满罪恶的包生工制度 到底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请同学们暂停播放 快速浏览课文的8到10段 15到22段 34段 48到49段 回答以下的一些问题 包生工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雇佣包生工 包生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 谁得到了好处 包生工制度又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呢 第一处背景材料 介绍了包生工的来历 其中有几句话是这样的 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 这些在东阳厂里的有角路的代工 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 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 讲成金条的嘴巴 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 可又不忍心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这段话并不长 但包含了大量的信息 其一 包生工大都来自乡下 特别是灾荒区域 其二 灾害情况越是严重 包生工的数量就越多 其三 包生工大都出生于贫困的家庭 父母迫于无奈 才将他们转包给了代工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在当时的社会 底层百姓贫苦不堪 要忍受灾荒带来的饥饿 贫寒 自然灾害已经让他们在生于死的边缘 苦苦的挣扎 代工们的花言巧语 则将他们送进了更深的深渊 为了区区二十元大洋 或是为了给年幼的子女 谋一条出路 受灾的民众 忍泪寒悲 牵下包生器 将涉事未生的孩子交给代工 去往大城市做工 包生工是一群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 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能为他们遮风党雨的长辈 对前途和未来一无所知 然而正是这样一群群无辜的孩子 却成为了代工们手中赚钱的机器 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包生工的遭遇并非个例 而是那个时代 而是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中 没有人替这些可怜的百姓当家做主 他们所面对的只有地狱般的黑暗 在第二处背景材料中 我们知道了顾正红事件 我们也看到了上海工人抗日运动十分活跃 日本资本家为避免罢工的威胁 大量的雇佣了包生工 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 因而产生了罪恶的包生工制度 作者运用一连串的数字 冷峻地展示了 在这种罪恶的包生工制度的滋养下 上海东洋沙场快速发展的历史 从最初的五万钉子到二十五万钉子 耗时三十年 而在这三十年中 有多少个包生工死于非命 地方势力欺凌弱小 为虎作仓 当包生工跟着代工进入沙场 等待他们的不是所谓的 吃饱穿暖的生活 这些天真可爱 手无寸铁的孩子 将面临着来自代工的残酷压榨 甚至是产无人道的剥削 包生工的身体 也是属于代工老板的 所以即使是在生病的时候 老板也会很可靠地 替厂家服务 用拳头 棍棒 或者冷水 来强制他们去工作 一只包生气 断送了这群孩子的青春 自由和未来 从签下契约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不再属于自己了 只能像机器那样 卖命地替老板们干活 而代工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会拼命地压榨他们 用最劣等的饭菜来饲养他们 把他们当作贯装的劳动力 面对这样的灵略 包生工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只能不停地劳作 直到死去 总得理帮忙 照应照应 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 紧完打 打死不干事 只要不是发工钱 停生意 这极为简单 却又极其残忍的一句话 充分暴露出代工们的丑恶嘴脸 也揭露了他们 乍取包生工血汗的事实 另外 我们应该还有两个疑问 中国服务员辽阔 各种天灾时有发生 在当今社会 怎么就没有听说 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呢 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看见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 备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 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 急剧衰退 破产 封年尚可解决温饱 荒年 卖儿育女 时常有之 这就为包生工制度提供了 源源不绝的劳动力 作者说 在殖民地 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 和官厅的监督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社会劳动保障部门 及监察部门 或者说具有此等性质的 相关政府部门 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没有对这些部门进行监管 第三处材料 举例说明 东洋厂在包生工制度的滋养下 飞速庞大时 第一句话是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 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 在中国的东洋厂 肥越的庞大了 是谁给予了这种特殊优惠的保护 为什么要给予这种特殊优惠的保护 作者其实为我们揭露了帝国主义 与中国封建势力和官僚 相互勾结的这一事实 鲜明地指出 统治阶级 不仅是视而不见 简直就是为外国资本家提供保护伞 不顾本国民众的死活 包生工是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 资本家 国民党政府 代工老板的残酷压榨 作品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 包生工这一罪恶制度存在的根源 它在于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包生工制度的出现 不是偶然的 它是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温床上 受到国民党政府特殊优惠的保护 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衰败 生长出来的一颗毒瘤 文字是无声的 然而通过下眼先生笔下的文字 我们似乎能听到来自那个时代的凄厉的哀号 似乎能看到那一幕幕令人心惊的场景 深深地体会到旧殖民地 旧封建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悲惨和绝望 现在我们已经对包生工有了更为细致深入的了解 请同学们暂停播放 根据你对包生工的了解 尝试着用简念的语言为包生工下一个定义吧 好的 同学们大概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周老师也给大家一个定义吧 给大家一个参考 包生工是日商在华的沙场中的一种定期卖身的雇佣工人 包生工一般多为农村来的旅童工 由包工头迫使他们的父母或保人 接受极少的包生费 定立包生契约 包生期间 包生工没有人身自由 一切都听命于包工头 全部工资归包工头所有 包工头仅提供极差的时速条件 包生工制度 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一种残酷的奴役制度 下面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国家人权计划 2016到2020年的一些主要内容 请同学们根据这个材料早早看 对包生工来说 这里面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权力 对包生工来讲 哪些遭受到了损害 对包生工来说 因家里无法养活 包生给代工老板 所赚到的工资都交给了代工老板 他们的财产权 受教育权 社会保障权 基本生活水准权力 工作自由的权力都丧失了 受到监视 行动不能自由 不能与家人通信 有病得不到治疗和休息 不到三分之二的人能活到包工期满 对他们来说 健康权力也丧失了 公民权和政治权力就都谈不上了 他们大都是15、6岁的女孩子 在黑暗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他们的妇女权力 也不可能得到保障 总之 他们是现代社会中的奴隶 丧失了几乎一切人的权力 看到包生公门的悲惨遭遇 我们也不得不思考 作为一个人 我们应该有着怎样的权力 据他们八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不同 这些不同又是怎样发生的 我们感谢夏燕先生 为我们带来的报告 同时也看到了几十年里 中国的先进分子 是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打碎了人民身上的枷锁 建设起了富强的新中国 并正在为民族的伟大复兴 继续努力着 为获得人的尊严 我们还需要承担起 怎样的社会责任 带着这些思考 请同学们选择包生公里 题集的任何一个人 为他写一份字词吧 写出你的心里话 写出你的新的思考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